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917集 就在这一时 那齐步慢的浮漂野东 他等候许久 猛然地一拉鱼干 一条大鱼一直漫长 中约四两的深光鱼被拉了上来 在鱼钩之上活蹦乱跳着 齐步慢一路上漠不作声 但是这时却是无比的兴奋 齐蒙将鱼儿拿下 放入到了水桶之中 齐步慢都勾上了 我没理由不行啊 鼓励魔堵弄着 自细心大受打击 也开始钓鱼 他到现在都还没收获 诸如老者也有些发了 这几个家伙运气有点好啊 新尘重新把鱼钩甩入到了幽明星河中 坐在那里盯着浮漂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自己的死亡规则对神光鱼颇有吸引力 仅仅刚过片刻 浮漂又动又上鱼了 新尘猛地一拉鱼钩 这一次新尘明显感觉到一沉 下一刻哗啦一声 一道剧烈的破水声响了起来 就看到一条足足有一尺多长的灰色鱼儿 被猛地拉了起来 这一条鱼通体成灰色 身上布满了一些星星点点的鳞片 一双眼睛凶横无比 张开嘴满都是锋利的牙齿 被秦辰猛地甩上了星船 这鱼儿被鱼钩勾住 却还是凶横无比 朝着鼓励魔就是一口咬来 我靠 鼓励魔大叫一声 一拳打上去 砰的一声 这条鱼儿顿时被打得昏死过去 而鼓励魔也摸着拳头 疼得倒戏凉气 这灰色鱼儿的防御也太坚硬了 这是什么鱼啊 鼓励魔急忙看向了猪如老者 猪如老者睁大了眼睛 瞪着琴晨 这家伙运气也太好了 刚把鱼钩放下去没多久 这就又钓上来这一头 远处的刺天穷也杀眼了 他人太变态了 这鱼儿专咬他钩啊 老他 这不是神光鱼啊 鼓励魔看向了猪如老鼠 只是冥王星鱼比神光鱼还要高级一点 价值不肥 这么大一头怕是有三四斤中了 起码价值十条后期胜出胜脉啊 诸如老者都无语了 论经验他是在场上最多的一个 可他看了看自己的浮票 在水面上一动不动 看秦晨钓鱼哪有什么技巧可言 只要真的是比收获 秦晨都钓上来三条了 这他喵的比拼的全是运气 诸如老者在黑市上这么多万年 也接待了不少高手和强者 几乎是都曾来过这幽明星河钓鱼 但是像秦晨这么牛逼的 还是头一走 再强的钓鱼技巧 都比不上逆天的运气 明王星鱼 这鱼吃起来不会割牙吗 鼓励魔忽疑地说道 这鱼太凶狠了 从脉象上来看 让人下不去嘴啊 诸如老者 无语地看了鼓励魔一眼 这明王星鱼啊 虽然看起来模样丑陋 但实际上肉质鲜明 极其美味 呸呸呸呸呸 我我我说的什么呀 事实上这样一条明王星鱼 没人舍得拿它来煮汤喝 几乎所有得到明王星鱼的人 都用来炼制丹药 要么直接炼化 感知其中的力量 拿来煮汤太浪费了 嗯 这丑鱼这么好吃 看起来不可没像啊 虽然诸如老者都这么说了 但是鼓励魔还是皱着眉头 半天不相信这么丑的明王星鱼 会这么牛逼 如此好吃 不会是骗人的吗 秦晨却是心中一动 这鱼儿还能炼丹吗 也对 他仔细感知了一下眼前这几条鱼 其中都蕴含着惊人的神性气息 可能是常年吞吃规则之力的缘故 每一条育儿体内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堪比一些顶级圣药 最关键的是 这种规则之力 对尊者都有巨大的效果 足以让很多人心动 也难怪这神光鱼在黑市中价值不菲 有点意思了 秦晨来了兴臣 接连钓上了几条鱼 而且形色各异 让秦晨对着明河 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 或许啊 从幽冥星河中钓上来的鱼儿上 可以看出这条幽冥星河 真正的存在也不一定 秦晨这么想着 将冥王星鱼塞进了水桶 然后再次抛干 刺天穷看得秦晨又钓上了一条鱼 有些呆滞 魔尘大人的气韵还不是一般的好啊 不过这真的只是运气吗 那诸如老者不清楚 可刺天穷却是很清楚 魔尘大人的来历极其的神秘 虽然他的修为不高 但是魔族中最顶级的那一批存在 非同小感 因此 魔尘大人 虽然第一次来到黑市 但是之前能够接二连三地钓上来鱼 未必只是运气 说不定也有一些独特的手法也未必 像魔尘大人这样的人物 有些手段 那再正常不过了 秦晨再一次抛干之后 便是耐心地等待着 这一次 他体内的本源涌动 将更多的死亡规则弥漫了出去 那没入星河中的鱼线上 滚滚的死亡气息涌动 不过奇怪的是 这次下钩后 浮飘却是一动未动 像是所有的鱼儿都不见了一般 诸如老者等人盯着秦晨 生怕秦晨下钩之后又有鱼上来 一个个莫名其妙地有些紧张 可等了片刻 并未发现有动静之后 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运气运气 之前应该就是运气 他们心中想着 眼神依旧死死地盯着秦晨 秦晨感知到几个人的目光 不由得狐疑地看了一下自己 抬头看着诸如老者 和刺天穷等人道 几位 我身上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没有 诸如老者急忙白手 大人你继续钓鱼 我只是随便看看 四天穷和古力摩托们 也都接连摇头 但是眼睛却还是盯着秦晨 都想知道秦晨是怎么钓鱼的 秦晨也不再理会几人 摒弃宁神 将神魂置入到一种空灵的境界中 仿佛与这幽明星河融为了一体一般 嗡的一声 秦晨体内的补天锤悄然动了一下 上面有漫天星辰浮现 绽放出了一种玄妙气息 仿佛与这幽明星河产生了共鸣一般 隐约间 秦晨感觉到自己的神魂 仿佛能够看到幽明星河的底部 这星河之中像是有一道道神秘的光泽涌动着 这光泽 十分的神秘 像是钻刻着什么图案 有符文闪烁 可是却根本看不清楚究竟是什么 更让秦晨心惊的是 在这幽明星河的漆黑河底 竟然传来了一道道低难的声音 仿佛有人在他的耳畔异语一般 在呼唤着他 要让他进入这星河的底部 这声音十分的细微 若隐若现 似真似幻 让人分不清是现实还是虚幻 一道巨大的黑影 在这幽明星河的底部闪光 如同是一座大陆一般 太恐怖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秦晨从空灵状态中惊醒 吃了一惊 他刚才看到了什么 这是幽明星河中的神光鱼吗 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啊 秦晨摒弃宁神 再次去感知 可却是再也进入不了之前的状态 他身体中的补天锤也恢复了瓶颈 静静地悬浮在内 是幻觉吗 秦晨皱着眉头 这种感觉只出现了一瞬间就消失了 但是秦晨心中却有一种感觉 这并不是什么错觉 这幽明星河之中绝对有什么东西 秦晨摇了摇头 看着幽明星河神色凝重 现在的他还太弱小了 这幽明星河连传闻的天尊都不可度 他若是太过沉寂在这幽明星河之中 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星船之上 诸如老者等人死死地盯着秦晨的浮飘 这都过去有一会儿了 浮飘连动都没动 诸如老者松了一口气 安详 秦晨之前钓上来的三条鱼 果然都带有运气成分 他刚准备转头 目光要离开秦晨的位置 却见浮飘又痛了 我晕 又有鱼上钩了 秦晨心中引一惊 因为这一次 他感觉到自己钓上来的鱼绝对非凡 这还没开始提杆呢 一股可怕的力量 就要将它拉入幽明星河之中 好强大的力量 秦晨猛地将鱼杆提起 顿时 这一根由死亡隐金铁打造的鱼杆 瞬间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 并且鱼杆上 还发出了咯吱的声响 连星船都微微摇晃起来 那石像傀儡 目光一闪 星船立刻就平稳了一下 这是钓到了什么鱼呀 诸如老者目瞪口呆 连鱼杆都弯成了这样 绝对是由大鱼上钩了 大人 我们来帮你 四天穷 低喝一声 搜底下 他们迅速掠过来 五力膜和齐步曼 也急忙跑过来 不用 给我躲开 秦晨目露寒光 低喝一声 猛着用力 哗啦一声 就听到巨大的破水之声响起 一条足足有一米多长 身上绽放着神光的大鱼 被秦晨被秦晨给提了下 我靠 这么大的神光鱼啊 这条大鱼被提起来 众人只觉得漆黑的星河上 陡然生起了一轮烈日 四目耀眼的光芒 让他们一瞬间都差点睁不开眼睛 这条神光鱼离开了水面 立即就失去了力量 扑通一声 落在了甲板上 鼓励膜急忙是扑了上来 要抓住这神光鱼 通的一声 就看到这神光鱼落在甲板上 猛然的一甩尾巴 鼓励膜一时不察之下 竟然被震得连连后退 气血涌动 这一米长的七彩大鱼 一个甩尾 竟然是将鼓励膜都给震得倒飞出去 鼓励膜那可是尊者级别的高手 竟然是被一条鱼 给震得在星船上连连后退 难道这鱼的实力相当于尊者高手吗 秦晨此刻也看到了这条大鱼 整条鱼将近一米长 足足有好几十斤重 之上从幽冥星河中拉出来的时候 只觉得耀眼无比 像是一轮四目的烈日一般 完全看不出来具体模样 但是现在落在了星船上后 光芒立刻变得暗淡了一些 绽放着五彩的神红 身上的鳞片无比巨大 特别是每一片鳞片的颜色都极为不一样 五彩斑斓 像是彩虹一样 并且这鱼儿的嘴角还有两根长絮 在甲板上面猛地震起 要重新跳入幽冥星河之中 他奶奶奶 哪儿得跑臭鱼 让你古丽魔也要好生狼呗 古丽魔大吼了一声 稳住身形 梦然地扑了上来 那诸如老者则是呆呆地 看着古丽魔扑向的五彩大鱼 眼神呆滞 五彩鳞片 长絮 几十斤的大鱼 我的天哪 我没看错吧 他在黑市给多少枪者做过向导 但是此刻所见的场景 简直是他这辈子遇到最惊心动魄的事 古丽魔大吼一声 这一次他有了准备了 身体之上可怕的尊质之气弥漫着 顿时爆发出了隆隆的轰鸣之音 在那五彩大鱼即将落入幽冥星河之间 一拳将它重新轰入了星船之上 给我乖乖的别动 听到没有 不然我揍你了 我可是很鳞香惜鱼的 别比我动手 古丽魔死死地扑在了那五彩大鱼的身上 这五彩大鱼被古丽魔一拳轰住 竟然还是活蹦乱跳的 在星船上不停地蹦的 巨大的鱼尾不停地狂甩 几次都要挣脱出去 古丽魔的身体也几乎要被甩飞出去 这五彩神鱼的力道太大了 四天琼和齐步曼这时才发现过来 连忙纵身两侧想要插手 但是古丽魔已经完全扑在了大鱼的身上 和这大鱼扭打成了一团 他们只能封锁住两边的位置 不让大鱼跳回星河里去 偶尔才能出一下手 碰碰碰 古丽魔的拳头打在这大鱼的头上 跟打在铁板上一样 这大鱼也不知道肉身是什么做的 坚硬无比 眼看着大鱼扑腾着 距离星船的边上越来越近 四天琼冷恨一声道 古丽魔我来 轰一声 他一拳狠狠轰了过来 古丽魔闻射立刻放开大鱼 就看到这条大鱼猛的乐器 在半空中被刺天琼镰刀般的利刃 给劈中后背 当的一声 就看到这大鱼浑身绽放五彩神光 刺天琼一刀劈下来 竟然是劈在了金铁之上一般 发出了刺耳的轰鸣之声 五彩光芒绽放着 居然抵住了刺天琼这一刀 甚至趁着刺天琼这一击的力量 就要重新跳入冥河之中 不好 刺天琼脸色顿时一变 他也是担心秦晨想要留下活物 所以只施展了一部分的力量 而且刻意地用利刃的刀背去劈斩 就是想砸晕这大鱼 又留下一条命 却没想到这大鱼竟然还有这等神通 这要是等他重新回到幽冥星河中 就算人卖了他也赔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